聯邦司法部針對1995年到2013年 18到24歲大學年紀女性 遭強暴或性侵的情況進行調查 今天公布研究的結果 發現大學女生遭到強暴或性侵後 暴案的比例低於同年凌晨 沒有上大學的女生 調查顯示有高達80%的大學女生 性侵受害者傾向不報案 有12%的受害大學女生認為 這樣的事件沒有嚴重到要報案 只有5%的沒有上大學女生 也有這樣認為 不過這個年齡層 沒有上大學的女孩 成為性侵受害者的比例 是大學女生的一倍多 此外調查也發現 有80%的性侵案件中 受害者和施暴者相互認識 甚至有50%是受到朋友或熟識的人性侵 大約有70%的性侵案件 在受害者家中或是熟人家中所發生 而5名性侵受害者當中 只有一名會受到相關單位 所提供的受害者輔導